这是V3冷冻溶子冰雕 现在介绍它的安装及操作 这是电源 开关 放水口 这是连接主机与显示器的数据线 分别固定好两头 用六角螺丝笔拧开螺丝 打开后盖 里面有注水口 打开注水口盖子 用漏斗加入沉浸水 至水箱满即可 加水时要保持仪器干爽整洁 加满水后盖好注水口盖子 再把后盖盖上 拧好螺丝即可 这是七级射屏接口 对准刻度线 插入即可 这是心率检测接口 对准卡槽 插入 拧紧即可 这是紧急开关 对准卡槽 插入 拧紧即可 这是C手柄 B手柄 A手柄 对准接口 插入即可 其他两个手柄方法一致 A为最小手柄 B为中号手柄 C是最大号手柄 打开开关 进入操作界面 选择A手柄 这是温度调节 最高14 最低为零下15度 这是负压调节 最高为5 根据顾客实际情况选择 这是采光选择 选择好后 开启 相对应功能 点击手柄屏幕 进入手柄调节界面 其他手柄方法一致 A手柄 显示屏相对应的调节方法 从上到下一次是 采光选择 温度设定 负压调节 和屏幕上相对应 屏幕上开启相对应功能后 还要启动屏幕上显示按钮 即可操作 这是七级射屏手柄 上面是时间 能量调节 最高是30 根据顾客需求调节 模式 模式一为连续工作 往后分别间隔一秒 最高为6 6的间隔时间更长 启动相对应的功能 即可操作 手柄上也可调节能量大小 可同时启动 即可操作 现在介绍的是V3 冰束的操作 选择A手柄 手柄选择可根据顾客 脂肪大小进行选择 可单一选择操作 也可选择AB手柄同时操作 界面调节 选择激光颜色 能量调节 可根据实际情况 上下调节 温度选择 可先从低温开始调 启动即可操作 启动即可操作 其他B手柄C手柄的调节方法同A手柄一致 操作 操作前需2尺寸称重 2尺寸 上围中围下围 最高点 记好数据 标好线 拍照 记好尺寸 中围 中围 拍照 下围 标好记好 拍照 仪器下方分别为A手柄 B手柄 C手柄 AB手柄同时启用 其他三个手柄的调节方法同A手柄调节方法一致 根据顾客需求选择相对应的大小手柄来操作即可 这是紧急开关 在操作冷冻融子头的时候让顾客手握住 如有不适让他按起红色按钮即可 操作部位需敷上冰膜 敷好冰膜后把调节好的手柄固定于操作部位 一个部位需操作40-60分钟 具体可根据顾客减肥需求调节 其他BC手柄的操作方法一致 冷冻手柄操作完后 选择七级色柄手柄进行操作 界面调节 能量调节 可根据需求上下调节 模式 一维连续 往后分别间隔为一秒 越大间隔时间越久 启动即可操作 调节好能量后 在操作部位放松 放松时间为10-15分钟即可 先小范围打圈 再大范围打圈 重复操作 整个操作完成后 涂上丝帮医用创面修复凌胶 15分钟